后台又有人私信我 让我玩一下非常暴力 非常疯狂的英雄 那还能有谁 就是苏烈 我不吹牛 苏烈这货 乘巧了能一下秒五个人 你们信不信 如果你们不信 那你们就往下看 刚一上线 李姑就和我觉得 我一想我是谁 我有两条命 我能怕他 他那真实伤害 在我的面前也只能算个球 趁着他一技能没有挂出来 我一轮拿下第一技能 就是这样 简单 随意 刚刚跑到一个地位 对我独立的地位 杨宇欢就堵着我了 不过这有关系吗 这没有关系 我是个残血 照样能打他 他是个法师 他现在才二技 他放完技能 他还有啥 而我不一样 一轮他就没了 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看见后面的旅途了吗 我跑过去 他跑过来 我再跑回来 他再跑过去 这么玩有意思吗 当然没有意思 于是 我就忍不住了 拿起我们的大棒 就开始追他 他的一技能没有挂到我 他的伤害就变低了 不过我还剩一丝死血 这有关系吗 这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能复活 这个呆傻的力度 他还不跑 我复活之后 立马冲向了他 损失了我攻击加速 大招一开 他想跑都跑不掉 闪现都救不了他 就是这么的简单 回忆 这一波就让我很意外了 本来以为我身陷重围 活不了了 但是我的大招竟然憋出来了 那还等什么 轮他呗 轮完了 再把他们两个 摁在墙上狠狠的魔套 再一轮他们两个 瞬间被我轮回家 我瞧不瞧 吕布来了 他这时候来 很显然是已经跑不掉了 我一个大棒 四连超反 就是这么的简单 回忆 这一波我都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在路上我就憋起了大招 到达目的地猛然一掌 雅典娜和杨宇环瞬间没了 反手二技能一顶 顶了个空气 不过这有关系吗 这没有关系 反正张飞他也没跑掉 是吧 暗地里埋伏他们 憋起大招 我们就上 瞧嘴杨宇环一个大闪 砸了个空气 不过这有关系吗 这没有关系 杨宇环回塔 回头顶对面的张飞 张飞虽然肉 但他还是跑不掉 我每轮一下都是暴击 后面还有一只雅典娜 赏他一个大棒 二连击破 算摇一环 那小姑娘跑得快 要不然他也得完蛋 就是这么的 简单 随意 那也请各位观众老爷 简单 随意的点一下钻 西瓜端呢 可以长按 会有特效 雅典娜正在追火方的人员 我给他来个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两棒 把他轮没了 够不着旅步 我们就憋大招 一个大招让他起飞 落地呢 那就是一个二连击破 就是这么的 来到野区 这不是对面的 舔含含张飞吗 哦 后面还有一只羊玉花 一技能开启 赏他三棒 他隐身走了 我们追 追上再开一技能 一棒让他领和饭 二技能一顶张飞 再来一拳头 让他们两个做个伴 雅典娜复活了 他就开始扎我 我给他来一拳 哎呦 眼睁睁的看到他跑了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别起大招 我们就去下路 到了地方 一个大招间闪现 哎呦 好像闪现暗晚了 不过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呀 反正对面两个人都没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随意 我正在和对面的野怪表演 洗洗 哎呦喂 对面来了一群人 好机会 一技能开始乱 轮完雅典娜 我们轮旅足球 轮完旅足球 我们二技能追击元帮 把眼一看 我的个怪怪 那不是杨玉环吧 不慌 先收拾李元帮 反而 还有一个闪现 被我放的队友抢了人头 不过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终于终于来到了对面的高地 本来想对雅典娜放个大招 没想到他把我迷晕了 再一看 我的个乖乖 都是人 甩开网子直接论 别管谁是谁 别管谁跟谁 包括对面的张飞 他再肉也挡不住我的暴击呀 三下五除二 五下三除三 我的个乖乖 我五连绝世了兄弟们 就是这么的简单 随意 好了 我是豆豆 我行 你也行 我们下期 再见